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回到第四节 我们继续讲 富哥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Bio-Politics 身体政治 其实不如这样吧 我们如果要讲Bio-Politics 讲到Bio-Power 我们首先不如讲一节 就是那个knowledge 在一个scientific的思维底下 到底对西方里面 因为我们刚才讲的knowledge 就是discourse和knowledge可以一起讲 因为大家都是一种论述来的 knowledge 这个practice institution 和power power就是去到最后的Bio-Politics 那个层面如何运作 不如这样吧 我首先讲讲 就是说 富哥这个第三部分 正正是讲 讲了一个scientific的讲性 作为一种科学的论述 是如何运行 但是首先呢 我想大家去知道一件事 富哥是绝对地 在这本书里讲一件事 性从来不要用一个压抑的看法去看 就是这里有一张就是repressive hypothesis 正正呢 这个 这个压抑的看法呢 是令到我们的 等一下 repressive hypothesis 就是 压抑假说 压抑的假设 或者假设 是的 是的 即是有一种假设 例如佛罗伊德 或者是一般现在的科学家 不吻论 那类 那类 就是大家不要这么压抑性 这就是他讲的压抑假设 是的 这个压抑假设里面 它很重要的就是说 因为其实福哥他跟我们讲 我们如果纯粹从压抑假设 这个repressive hypothesis 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 我们只是读回到scientific的论述里面的框框 因为这个正正就是scientific的框框 就是科学论述的这个 就是 臭弄 是吗 是吗 是 就是 这个 意思就是 吴敏伦 甚至佛罗伊德 其实他们的说法 压抑的说法 这也是 另外一种 其实我们也要做一点点澄清 身为这个 之前讲的拉罕 其实佛罗伊德说的那个性 其实是 就不是性行为本身 就是佛罗伊德说的性 是比较广义的性 就是跟文化起源有关系 但其实福哥他看的性 都不是纯粹性行为那么狹窄的 OK 那性史原来都不是 只看这个性行为那么狹窄的 因为如果一旦性 是需要去牵涉到伦理的框架 已经是一种性的文化批判 是的 性的文化批判 道德批判 那这个压抑的假设 是怎么样 很简单 如果成本书的脈絡 就是一开始就要讲 我们在维多利亚时代开始 我们发现维多利亚时代很压抑 这个小朋友或者家庭的性 都要在一个合法的情况下 就是说你们自己在里面做 作为生孩子的一个目的 是OK的 那这种种对于 由维多利亚时代开始 的一大多数科学家 性学家来说 就会觉得这些是一些压抑 透过很多科学的方法 去讲回维多利亚时代开始 对这些性行为的压抑 比如小孩子老人家的性的压抑 是有不对的 是应该拿出来广泛地去讨论 而用科学的方法去揭示 里面到底有什么神秘的地方 我们应该怎么有一个正常的性行为 正常的性行为 但是它毕竟 我自己的感觉 就是用常识的角度 毕竟它都是容许你去做这件事 因为其实维多利亚时代 如果有可能有些电视 即使没读过历史 电视或小说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禁欲的时代 所以譬如说吴敏伦 起码它将性这件事拿出来 大家可以谈论 或者甚至可以 它如果想有这个欲望去做的话 做多一点 这个都不是一种解放来的吗 其实呢 正正就是福科 就是跟你说 你这样 怎会是一种解放呢 因为如果你将性 纯粹放在一个知识的层面那里看 其实呢 你只是给另外一种论识 去框死了你对性的真相的理解 而不是真正的体验性 因为正正这种科学的知识 它透过建制 可以变得更加庞大 对你的制肘 你明白我说什么 意思是 你要详细地解释一下 这件事情 因为科学这个论述 它自身的合法性 非常之强大 可以变得 它正正可以 应用在这个社会的不同的建制方面 譬如很简单 我们看回呢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院舍里面 老人家院舍 它会不会被你在老人院里面搞 不是搞 即是做外当下 或者如果 正常 其实老人家都有正常的性需要 对吗 当然这个又是一个科学的假设 很科学的论识 正正给吴敏伦可能会说 你应该给老人家有这种的 满足他的性需要 性需要 但是他很可能 真的不会从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说老人家他这样做 其实是他们两个人去建立关系的一个桥梁 而在里面老人家可以重新体验自己 当然在那个院舍里面 可能会立刻找一个性治疗师 或者找一个对性的医生去理解 性的专家 对 性的专家 什么都有一个专家 对了 去了解这两个人 但是为什么一定要这两个人去看 他们自身难道没有一个自主性 去自己去体验性的吗 第一 在院舍里面 他首先压制你 好了 他发现这样的事 之后立刻找一个人去看 就是要将这个性行为 是 put under surveillance 是吗 put under scientific surveillance put under scientific surveillance 是的 那找一个专家去看一看你 放在科学家 或者科学代理人的监察 和这个 或者他们保护和这个 规训之内 嗯嗯嗯嗯嗯 其实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为什么老人家不能自发 就算好了 简单来说 我 我 很怕他们有危险 是吗 有什么危险呢 如果两个老人家做外 嗯 可能 即 即 即 就是身体性受不了 其实这个论述 又是不知哪里来的 又是不知哪里来的 又不知哪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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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玩得安心 你玩得安心 所以其实就是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嗯嗯嗯 所以呢 但是福柯呢 正正要有一个对比 这个对比呢 就是要找回希罗时代 就是叫教未进去欧洲的时间 印度啦 中国啦 日本啦等等 是有一种什么 对性的论述呢 是怎样的呢 嗯 他就发觉这种叫做 Erotica Art Erotica Art Erotica 是的 中文怎样去 其实可以叫做一种 就是 情色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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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种情色的艺术呢 正正是 盛作为一个情色的艺术 是中国 印度啦 和日本啦 是吗 是的 和希罗 希列罗马 他觉得这种文化呢 就是正正呢 他不是一种由下而上的方法 就是呢 不是由一个病人 告诉一个性专家 或者医生 或者性治疗师 有些种种 而是呢 有一个人他很通透 因为他practice过 他理解过 实践过 是实践过 而不是 你叫过医生 我理解就是 他没有人告诉他 你要做座的时候 没有人会来告诉他 站在一边 你这样做对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你应该这样 是吧 等于医生 医生他自己 会不会practice完 然后告诉你 未必会的嘛 但是这个在上的人 他的重点是 你有一套正确和错误的做法方式 你是医生 正确的做法方式 和错误的做法方式 在医生来说 没有说正确和错误 不健康的做法 健康啊 主要是健康 健康的性 和不健康的性 很价值中立 不健康的性 反而你说 在一个Erotica里面 那个大祭司可能 就有这个好和坏的 他真的会有好和坏 有价值判断 那是宗教的 他随时有一个价值上判断 对性有一个价值上判断 对性有一个价值上判断 因为这个问题都比较复杂 那我们就用多一两字 去再讲多一点 希望大家继续收睇